这个沉墨的工具 我看今天大概不知道有多少人带了 但是的话大家可以分享这个用 那么最好是磁的或者是玻璃的 这个不要太高的一个容器 那么再比较重一些 不容易打算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像啤酒之类的 那么就是说一般这个墨从墨汁 从这个瓶子里面倒出来的话 会比较弱 那么要加点水 那么这个测厕房的话不是很方便 所以这个水平让你加进去不太好控制 那么用橡皮球 我们中文叫洗耳球 小孩小的时候 给它洗鼻子的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应该带了没带 好像没带 好像没带 就是那个 大家网上一搜也就说得到 这个瓦嘛等等 凡是有番门都有 那么这个墨子 墨子的话就是垫在下面鞋子用的 那么这个阿姆伦应该可以买 那么或者家里找一个什么 多找几点废报纸点在下面都可以 那么这是主要的这个使用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纸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包装纸 用包装纸的几大好处 一个是它比较光滑 一个便宜 这个写完了真的不可惜 这个我们可以在具体谈 这个这个性体也会在具体谈 那么现在一般人说 这个一上手就要用生线 那么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太正确的 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生线 这个纸的话都是接近于熟线 如果是当时王羲之的时代 他有这个纸的话 他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个技术 去强求他们的设备条件 生线和熟线的区别在哪儿 生线的话就是像这个卫生纸 你这墨一上去就化开了 熟线的话你这墨上去它不化开 这是主要区别 就是这个质地的疏松和紧密的 没有关系 所以打印纸更像熟线 打印纸更像熟线 对 我的爷爷告诉我们 他们小时候写作的时候 拿那个砖 什么平了 好几块 拿在那砖上写 对 那个也是怕浪费纸 对没有纸 报纸上可以写吧 报纸也可以 就是你写的字看不太清楚 也可以 然后我们讲这个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和尚的故事 这个怀寿 他这个 也出来了 他写字那个 这个年轻的时候没出名的时候 他在什么上面写字 墙 没有 芭蕉叶上 哦 然后后来她这个这个 调节稍微好一点 他自己做了一个木盘子 甚至在木盤子上面寫 然后只有当他出名了之后 跑到人家家心在墙上乱写 跑到人家墙上写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少很少 也是这么个原因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个就是那个宣纸 它有一面是比较糙一点 有一面比较光滑一点 那个应该用哪一面写 看你自己喜欢 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 两面都可以 你想出一点这个粗糙的 这个粗矿的那个效果 不太光滑的 你想写得仔细一点的话 就是它那个比较细的那一面 但是的话就是说 对于宣纸说来的话 一般只有一面 对于宣纸说来的话 两面差别实际上不大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面对初学学来说 是先凯书啊 还是粒书这个书体上有啥 肯定是行书和草 肯定是厚 我们要有基础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直都学粒书吗 还是其他的书 那个书法体 您也会知道啊 都可以都可以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从哪个 从什么书体开始 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中国书法 是这个发展的话 这个粒书是第二阶段出现的 那么最开始是转书 然后是粒书 然后和粒书同时出现的是草书 这两个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原则上的话就是说 跟任何技术一样 刚开始的技术都相对简单 然后到后面是越来越复杂 那么凯书的话是最后成熟第一个书体 就是到唐代才完全成熟 那么它的技术的话就是 相对说来是最复杂的 那么所以说一般的话就是说 看大家个人的情况 如果是以前从来没有写过的 那么我是建议就是从这个隶书开始 因为它这个笔法相对简单 然后节字这个字的这个结构的话 也相对的话这个变化不是太多 那么我们就看这一页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把这几个笔法的话 这个堆在一起 按照一定的这个程式放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而且你如果仔细再去看的话 这个整个背里面的话 有一些字的话 它同样一个字的话 它这个出现的 它这个形状什么的 都有些区别 就是它这个节字不是非常的规范 要是说变化很多 那么对于就是已经有基础了 那么愿意这个直接 继续写这个楷书的 那么可以 那么愿意写行书的也可以 这个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都可以给大家这个 这个一定的这个这个指导 那么我本人的话就是说 这些字体都写过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您是建议说 比如说历书凯书 大家都写一写了 还是说就选一个 刚开始的话就先选一个 那么如果是这个大家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足够的话 像许多这个这个小孩子 我都知道这个上大学之后的话 家里你待着没事的话 那么可以多花点时间的话 那么就可以多写几个 那么这个都是具体个人情况 不一样 那么然后个人掌握 但是很重要的话就是说 我这句感觉 它被写在这儿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保证每天你能练这么多时间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我也是说这个超书 这个超书是什么呢 超书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保证你跟这个这个毛笔中间 有一个这个这个联系 那么你的用多了 你自然就能感觉到 这个毛笔怎么样用 它才会出现什么样效果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书法的 这个最重要的一点 实际上就是这个感受 这个毛笔我怎么样用 然后它在纸上出现什么样效果 那么一旦你这个 能把这两个东西这个对应起来之后 然后再把速度提上去 那么这个就基本上就 就按照我这个这个观点的话 基本上就应该算算是 就是说这个毛笔只写得很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用什么样的笔呀 笔 这个是 我们就稍微提了一下 毛笔 毛笔的话就是说 这个这个不同的制度 这个这个用的毛笔也不一样 那么一般说来 历书的话对毛笔这个要求 稍微差一些 不是特别高 不是差一些 要求的话 这笔的要求不是也不是太严厉了 那么带了一些笔 那么这些笔的话都是我这个 我讲一下这些笔的历史 就是这些笔的话 刚才说的都是很尖的 都是这个弹性很好的 那么我最开始是用它来写 行书写得非常精细的 然后你写着写着这个笔封 就抹没了 抹没了怎么办 那么就用来写例书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写例书 你就可以一直写下去了 就是这些笔记本都怎么来的 就是说最开始写行书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这个笔件就没了 然后下面就写例书 然后写一段例书 然后你重新又开一支笔 然后又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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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书 那么这个回答你们哪里面 但是我看有的笔有的大呀 写大字用大笔写小字用小笔 那我们就是大概要准备 然后写字呢 像这么大的一支笔的话 就是写的字的话 可以从这么大一支到这么大都可以 就像这个 就是说你出篇底下写这么大的字 那么这个是 这个不用准备太大笔 那么这个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提供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 如果你喜欢写大字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提供这个这个相对 到底要去买什么笔 这些信息 现在的话阿曼农上估计都能买得到 那么这个质量的高低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写大字的话 对笔要求也不适合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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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几分钟 嗯 我再问一个你分笔的问题 嗯 就问你笔笔有多少种啊 我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哦 笔有多少种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看你怎么看 那么基本上的话 有两种 一种是硬蚝 一种软蚝 软蚝的话就是这个羊蚝 羊蚝的话现在纯羊蚝的话很少 因为这个纯羊蚝的话非常难用 呃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最开始写字的时候没有人用羊蚝 因为这个皮很难控制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从汉代开始 那么用的都是我们所说的狼蚝 那么这个狼的话不是这个狼 是黄蚝狼 不是那个狼 不是那个wolf 是黄蚝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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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谢谢老师 我一直以为都是狼 不是哪得那么多狼 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现在 现在的作笔的话就是跟古代又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多黄蚝狼 这毛从哪来的 人工做的 这都是塑料毛 大部分都是塑料毛 那么那么它怎么做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你看到有些是黄的 像是跟以前狼蚝狼看的模样是一样的 那是染的色 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就到了这个程度 它做的这个性质的话 可以跟古代的这个毛笔的话 这个非常接近 那么你怎么样 说它们的哪个不太一样 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黄蚝狼呢 它这个毛的话 它从根到尖的话 它是慢慢的这个变细 然后现在人工做的毛的话 做的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毛出来的话 前面后面一边出现 那么性质不太一样 那么很多这个作笔的话 它也就是前面这几个毛 它用很好的 然后周围这些毛的话就一般的 那你说我们在那 Amazon买的那个毛 它有没有写到底是狼蚝 它都会写 它都会写是狼蚝啊 或者是一些羊蚝啊 或者是肩蚝啊 或者是骑蚝